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有160多万订阅的推特反购网红李老师 发文表示中共出动了国安单位 排查所有订阅李老师推特账号的中国籍人士 这个中国籍人士他有可能肉身还在中国境内 亦或是他人在海外但他有中国护照 以及在中国出生的人而且他已经拿到外国籍了 或是中国籍在海外拿工作签证或是永居的 他们很多人的家人可能还在中国境内 只要有家人在境内中共政府有需要 通通都是肉票,通通都是一个胁迫 那这几类人士都是这次中共追查的点 当然要不要请你喝茶 这个要看他们评估 像移民加拿大的张瑶他也说过 只要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即便你拿到外国国籍 你真的就如共产党说的 你一辈子都是中国人 因为只要你有三等亲 或是真的比较好的亲朋好友 在中国境内只要中共有需要 你永远都会是被迫 被外界的人认为你是共产党人 你是中共的人 这也是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既然现在风向是认为大家都是大外宣 对吧 那全部的人都是大外宣 而李老师今天的推特 已经掉了20多万的订阅了 这就是有些人说的 中国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 恐惧是来自于自己的想象 当然有些小粉红现在开始洗地了 160多万啊 你用点脑子吧 我们中国的国安国保 公安怎么可能一一排查 你们14亿人口都控制了住 160万算很小的数字吗 疫情这三年风控了多少人 他们企图用我们这种民主国家人的思维角度去洗地 因为有些政治冷感的人 可能不知道中共真的有这个能力 那人家真的有这个能力 人家也会这么干啊 中共的国安国保就多少人了 秦城监狱多少人了 这个你们自己网路上都查得到 中国各地的减刑犯啊 上网在骂人了 上网在洗地了 帮中国公安还有国保找资料了 有多少人可以被来利用啊 失踪的孩子啊 找了好几年找不到 但是有人在大马路上痛骂肾上 有人露身在墙内 在网路上拍片 痛骂肾上 痛骂中共中央 马上被消失 如果你是有点知名度的人啊 他就把你监禁 或是被旅游 他绝对不会把你A死了 他A死了 就做死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 所以呢 他不会这么笨 像709 几百位律师啊 大家可以上网查他的权益后果 我以前节目都讲过 这里不赘述 那这些709律师啊 他们在特殊节日 像是中国的十一国庆 还有国际人权日 都被迫带出去旅游 而且他们绝对不能接近 北京的各国大使馆 因为你只要接近各国的大使馆 你跑进去了 你就可以取得国外的政治庇护 大家都知道 你是被迫害的709律师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有权利保护你 送回自己的国家 那为什么要带出去旅游呢 因为要对外界证实 你看中国很自由 他虽然骂我们中国政府 但是他还是可以去其他城市旅游的对吧 不存在因言或罪 所以你们去上网看一下709律师 这几年来的这个待遇 跟网路上的影片 我这三年都陆陆续续分享过 不同的709律师 他们遇到了不同的窘境 他们逮人的 出去家里的街道 买个东西的 也被一大队黑衣人跟 这些黑衣人就只是跟着你 只要你没有任何要跑去大使馆的行为 或是干嘛骂圣上 他们都不会干涉你 就在旁边 假装生路人 甘用跟着你 我们来看一些影片吧 我现在出来溜弯来了 看 又跑又跑又跑 跑我也给你罩上 车跟着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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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拆了我的房子 不给我安置 还老打压我 我现在出来溜溜弯 这么多人违法监视 刚才报警了 警察说他们是政府派来的 他管不了 堵在我家门口 他管不了 解访真多 你看全是解访的 解访的比上访的人要多多了 还藏着树后头 看见没有 这就是政府官员 出来解访 现在我们两年多就过来了 解访的比上访的多 所以有研读过中共历史的你各位 就会知道中共自古以来 他就是会土法炼钢啊 不管是人民公社 大炼钢铁 还有打麻雀运动 到最近的贵州山火 土法炼钢救火 湖北的洞宇用铲子跟锅铲 去除血摆拍 当然这以侧面反映了 中共现有的一些设备不足的问题 人口比中国少10亿 土地面积也比中国小的美国 有1000架以上的灭火飞机 中共只有百来价不大 这我昨天影片讲过 所以用这个直升机体统灭火 甚至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那些影片 中共利用大量的人力去跟踪 去监视这些上访了被迫害的中国人 他宁愿花10个人的工钱 然后雇用你一年两年的时间 去监控一个人 你也不愿意把这些钱 真正去解决访民的问题 当然了 为什么不敢花钱去解决访民的问题 反而花更多钱 需要监视你呢 很简单啊 因为这个访民的问题 就是你中共造成的嘛 你怎么可能帮他解决你自己呢 最搞笑的是我们伟大的王总统 他也发文了 他说自己也被中共在查啦 结果被李老师暖心提醒 王总统您多虑啦 您是相当安全的 他们只抓我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乌鲁木齐中路白纸运动纪录片 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你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 你再来跟我说 中共很安全 中共可以 中共是可以被信任的 一切都是台判 1450反贼 恨国党 多虑啦 温馨提醒一下 这个导演陈品林啊 他已经被消失啦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 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他们认为反共 或是去关注中共 会让他们支持的政党 流失选票 那这点也是非常奇葩 不是吗 你自己心照不宣 有些政党 他不一定是舔共了 但他是苏共说的 有利用价值的笨蛋 而大家有没有注意 美国大选啊 现在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在中国议题上 他们都是在比谁更反共 对吧 而不是在比谁更会亲共 谁更会与中国政府合作 我们台湾比较特殊啦 在最近的2月20号到2月25号 在新加坡举办了 亚洲最大的航空展 里面有50多个国家 还有将近1000家的厂商 在其中参展 那里面也包含了中共国人 C919 商务客机也在其中 这个是小粉红 以以为傲的中国骄傲 对吧 而有一些中国旅客啊 表示他们近期去参加这个展的时候 被当地的工作人员禁止进入 参观隶属于德国空军限役的 A400M运输飞机 理由是他们是中国籍的人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Hello Hello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I have not taken my passport No I don't need your passport It means your nationality From China From China It's not possible Why? Painers cannot aboard this aircraft? OK OK 谢谢 而这位中国籍的旅客时候也说了 其他国家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唯独中国籍跟俄罗斯籍的人不准 在我眼皮子底下 竟然有人拿着台湾护照可以去参观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凭什么台湾人可以 我正统的红苗的为什么不能去呢 这个事件在微博上进了热搜排行榜 有3000多万的浏览次数 当然很多小粉红在台湾这次启示 也有一位在澳洲航居的小粉 在帮祖国维权洗地 说他一辈子是中国人 澳洲啦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办方的立场 主办方说啊 我们其实是面向所有到场的观众开放 但他唯独没有解释 为什么只有这台隶属于德国空军的 是不能参观的 而上面也有德国军人 德国军人也不准 为什么单单不准中国籍跟俄国籍的人士进入 我只能说主办方 他其实也不能干预德国空军 自己要对谁开放做了这个决定 人家是代表德国国家的军方政府 对吧 你主办方只是联系他们做了这个账 当然 这很明显是针对特定国主的 也会让很多人感觉到不舒服 我也理解 那我们要思考一下 为何是中国籍跟俄国籍 一些小粉红在呛啊 是他们怀疑我们是间谍 你一台破飞机 至于吗 你们会不会太没有自信 OK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一德国军方没有说你们是间谍 主办方也没有说你们是间谍 我们反而是看到中国在抖音上在快手上 你们说什么 房间冒绿光是间谍 哪哪哪是行走的50万 这反而是你们在说的 是你们比较没有自信 对吧 而你们说德国说你们是间谍 这是你们扣他的帽子啊 人家没有说啊 而且 A400M这台飞机出产已久 你们如果真的要当间谍的话 不会是今年 十几年前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了 而至于A400M是不是破飞机呢 这台飞机啊 是由德英法等七个欧洲国家 共同研发的 当然总的来说 比不上美国的C17 但单看数据 中国的运20啊 这台军用运输机 最大的速度是920公里一个小时 最大航程是7800公里 负重66000多公斤 而欧洲的M400M最大时数是825公里 最大航程是8900公里 负重是37000多公斤 所以相看这个数据 好像中国的这个运20 好像稍微强势一些对吧 但是A400M是可以空中加油的 虽然2022年啊 中共也把运20改为 可以空中加油的运输机种 但至今啊 中国没有优秀的飞行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 也就是去年啊 英国空军驾驶的这台A400M 连费了20个小时 不落地 共12800公里 空中加油 三次 参加了与美国联合军演 那欧美的军事武器跟交通工具 还有军演 一直以来都是 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多国追踪的记录 而也一直透过实战挑战自我 设限的方式去修正 去改进 而他们非常乐意也欢迎各种国家的军事评委 去批评他们因为他们要改进 但我们看中国的军援 中共的军演有吗 没有 都是自己围起来 然后自己放出自己的影片 没有邀请各国的评委去现场评 美国的军演有 连欧美当时啊 认为自己最强的武器 上战场了 都遇到诸多的问题 毕竟理论设计是一回事 自己国家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实测是一回事 你拿去实战的时候 遇到的各种状况 都可能是你不曾想过的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遇到诸多问题才一直改良 中共的武器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注意 我说的是跟欧美国家比起来 相较之下并没有太多 所以并不代表中共没有 只是没有欧美国家多 所以大家不要断章取说 我们中共其实也有默默支持俄罗斯的这种军事装备来说嘴 所以你承认了 所以我认为小斧没有资格说 欧美的军用东西会比你破 街头打架跟武术馆练习是一样的吗 在战争的护欧跟搏击场上的护欧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话 左左目小次郎就不会输给公本武藏了 如果排除是间谍的疑虑的话 那我个人推测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这仅代表我个人的观察 现在是谁让北约跟欧洲头痛呢 俄国对吧 欧洲有很多国家 那德国这个军方仅代表他们德国军方的立场 那现在是谁支持俄国呢 中国政府 虽然中国政府在多次联合国投票中放弃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心中是偏向谁的 言论上明显也是偏向俄国的 而多次拒绝跟泽伦斯基面谈见面 反而转向跟普丁多次的见面跟合图 而在多次的战争中 也被揭露出中国制造的一些设备跟零件 还有无人机的零件 去援助俄罗斯对吧 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 俄罗斯大兵自己拍片痛骂 中国制造的防弹音怎么是破铜烂铁 你看我打一发穿呢 这是俄罗斯人自己讲你们爹讲的 所以我认为是基于这个点 让德国军方不满中俄 因为德国其实也是作为这个 在欧洲国家来说 要给乌克兰支援很多的国家之一 所以为什么会去限制 中国跟俄国国家的人去参观 当然这样一刀切 会让这两国的人民非常不爽 我能理解 但不管你反不反共 或是反不反俄国政府 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分泰开去看 尤其是在这种层面 当年二战的时候 也不是所有德意志民族的人 或者是德国公民都支持纳粹对吧 但总的来说 有很多限制跟条件 就是不准德国的公民去做一些事情 当然除非你是很有名的那些什么 科学家啊 你对其他国家有被利用的这种 可以申请庇护 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发展 比如说爱因斯坦什么之类的 那就连德国国防兵跟纳粹党会军 都会有矛盾跟冲突 当年也不是所有日本公民 都支持日本军国政府对吧 海军跟陆军也有诸多的矛盾 但特殊时期分不开 而如果我是反共的中国籍人士 我遇到这种状况 我会跟对方表明 虽然我是中国籍 但我反对中国共产党 我如果人肉身在中国反共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现阶段的我只能做到不歌颂 不跟中共政府的宣传为伍 你要我在墙内高举反共的旗帜 不好意思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不是所有的中国籍的人啊 都是支持中共的 我跟你一样都不能选择我的出身 希望你能理解 我蛮想看这架飞机的 如果对方再次拒绝你呢 起码我也把我心中的想法 跟观点表达出来 给对方知道 那当然啦 欧美国家的人 听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开始形成这样的风气 那他们民间可能就会去思考 甚至国家层面也可以去思考 我们要怎么样做得更好 避免去一刀切 你们不会再被那些大闹英国车站 大闹日本的小粉给代表 我相信时间做久他们会看见 但是问题是你们要先动起来 这个技术要先有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贵国政府 先要你们作为自己的铜墙铁地 韩战的时候 中共到处抓人 尤其是派那个投降的国民党 先去打韩战 在中共没有解围的时候 派好多手无寸铁的国民党 对吧 还有一些百姓啊 朝鲜的百姓也有被抓的韩国服务也有 冲在解放军前面 这个时候盟军看见 请问要不要开枪 你不开枪后面的解放军就要拿下你的城了 你开枪又伤其无辜了 契丹国攻打高丽的时候 也抓了很多手无春铁的高丽人 挡在契丹军的前面当肉盾 请问这个时候圣母的你各位 会怎么做这个选择呢? 今天的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下次见 拜拜